各位正如预告 今天我们要讲美国现在川普政府的一个点像录 因为有很多人的名字和样子未必大家全都那么熟悉的 今天就用了一些器材转一转个位置 给大家看一个画面 因为如果要我自己剪接 反而就很浪费时间 不如我们做一个 幻灯 一个slideshow 给大家看看 然后我再转个位置 现在当然 这个画面看不到的 那边那个是Donald Trump 中间那个就是副总统彭斯 另一边就是我们 我们的年光幕的这个右手边 就是国务卿 蓬佩奥 那我们就大家看一看 这里就是已经离职的 策略师班农 这个就是被炒油的国防部长 马蒂斯 这个就是现在的商务和贸易顾问的 拿雅佬 一直做到现在的 这里就是现在的财长和被炒油的那三个老人家 一个就是司法部长 Sassens 这个就是第一任的安全事务部顾问 Flynn 这个就是现在的国防部长 Esper 这个就是 女婿Kuzner 和那个被炒油的安全事务部顾问 保尔顿 这个就是 现在的安全事务部顾问 O'Brien 这个就是司法部长 就是 巴尔 那我们做到这里就回来 我们就换一换个 位置 就是做这里我们大家看到的一个概略 回来换一个换个位置 那我们就 再开始我们今天的分析和讨论 各位大家刚刚看完就是一个slideshow 就看到美国 曾经在位 或者已经是离职的 内阁的重要的要员 那就其实 最关键的如果经常看我的节目都知道 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和副总统 另外当然是国防部长 商务部长 或者等等 但是其实 我想最关键最关键 都是 美国的国务卿 那么国务卿呢就是这个 意大利裔的肥佬 蓬佩奥 蓬佩奥现在都人气鼎盛了 因为 刚刚呢就在两天前 他在自己的Twitter那里 就弄了自己的狗 去玩那个 维尼小熊的 布公仔 那么其实 就是这些东西呢 你都内他不和 就是这些东西 你可以说很划算 就是说 究竟维尼小熊 是不是影射某一个政治人物 就是你有你说的 正如网红夫妇是不是 都是有你说的 就是有虎自家之 如果在一个国家里面 连这个维尼小熊 Winnie the Pooh 都要屏蔽的 那你就自己拿屎上身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是 手段的高下立判 就是 不要介意这么说 现在美国国务卿 就毅尼小熊最惨 他就说 是 他的狗的 换物之一 就是拿来 换笼 在手上 就是 租责一轮的 这个肥佬亚蓬佩奥呢 是什么料呢 那我就觉得 大家不可不知 就说他本身 就是 意大利裔的中等家庭 但是他是一个 很有坚强意志 和很特别的一个人 就是我觉得 如果你是读书厉害 他肯定是厉害的 但是是不是读书厉害 就等于很聪明呢 又不一定的 你看回他的历史 我也很有趣 1986年的 美国 军事名校 就是美国有两间主要的军事名校 就是专出猛人的 一间就是维珍尼亚 军事学院 一间就是西点军校 你知道 中国鼎鼎大名的孙立仁将军 就是美国维珍尼亚军事学院毕业的 军事学院毕业的 另外就是 更加高半个 档次的 就是这个西点军校 西点军校就是美国的正经军 领袖人物 都在那里出来的 蓬佩奥就是1986年的毕业生 现在五十多岁 1986年的毕业生 就是他那班里面的 第一名 就是说 首先第一件事 你读军校就不难的 但是如果你入到西点 入都很难的 等于你入哈佛 或者英国入牛津建桥 是比较难的 入都很难的 而你在那一班里面 最近 美国总统 刚刚出席了 这个西点军校的 毕业典礼 我都看到卫星直播 你说一班人大又不大 小又不小 但是应该也有百多二百人 我看那天出席了毕业典礼 因为他们坐得很开的 因为现在要social distancing 所以呢 本来应该站在那里列队 但是他们每人有一张椅 而那张椅旁边就要有空位 在草坯那里 在军事学院就坐开了 我们看到也有百多二百人 而蓬佩奥是 86年的第一名毕业 就是说入都这么难 如果你第一名毕业就更加难 还有一样东西 现在 现任的美国国防部长 Asper 就是 同届的同学 而 我们知道 上一任的国防部长 就是 声名显黑的马提斯将军 就是老企伏匿 是吧 廉婆鲁尔的一位 就是 就是名气很大的 退休的将军 而呢 就是 当时呢 就是跟总统 不咬完 就被总统 是 可以说炒了 而呢 走马上任的Asper 原来本身就是陆军部长 那就是其实 已经在现在的白宫的 这个Executive Branch里面 就是在白宫的这个 可以说总统的内阔里面 而为什么会进去呢 我想都不需要太过深入分析了 因为 蓬佩奥呢 就是当时得令 是总统非常信任的 一位 众神 他自己是86年 西点军校毕业生里面的第1名 他就找了同届的 校友 就是同届86年毕业的 Asper 所以呢 那时候已经做了陆军部长 去到 将这个原本的 不是很听话的 国防部长 马提斯 是炒了之后 就将在陆军部长里面 提升了 提升了 这个Asper 就做了国防部长 这个就 其实呢 有一些 有些说法 我们传统 中国人以前那一套 用人的学问 就是说 究竟是用人为言呢 或者用人为亲呢 我们看到三国演义里面 其实都是很经典的 就说 无论 那个人原本和你的关系有多亲或者多疏 只要他是一个人才 就要破甲重容 这个就是曹操 那个做事的方法 也是刘比的方法 但是去到曹操 想说 救女部 然后 就 喜用 吕布 因为吕布 投降 你知道吕布 就跟过很多老板 当时呢 刘比在旁边打眼色 三姓家劳 于是就杀了他 我想呢 其实有个平衡点 用人为亲 和用人为言 中间有个平衡点 如果他 不是 没什么 connection 跟老板之间的关系不大 但是他是一个人才呢 只要他有一个忠诚 可信赖 就可以破甲 陆庸 但是如果那个人有一个 背景往迹 都是信不过 其实 是用了他更危险 这个就是吕布当时给曹操的一个警惕 所以 最重要关头 这个是三国演义说的 三国志或者真正的历史是怎样 我不太清楚 我们是 照个故事来说 就是说 有一个警惕 立刻 就是 不要放他了 都是杀了他 这个就是 一些中国历史 或者中国的 一些 故事里面的典故 所以其实 这个就是关于 忠诚度 其实今天这个节目 为什么我要做呢 就是讲这个 这个loyalty 忠心耿耿 因为上一集我们讲到 这个美国 现在对 那个政策 会不会 例如对中国的政策呢 会不会 好像 譬如袁爸爸那样说 会遇到 这个白宫 在这个玫瑰园 发表这个对华政策 讲话之前 里面还有激烈的争吵 而是 这个当时的 现在也是 财政部长和 他的女婿 也是一个主要的顾问 这个Kuzner 和那个财长 就是这个 Mnuchin 两个極力 阻挡 这个 总统 是过度对中国强硬 因为他们有点利益 那一集我讲到 是17分20秒 我讲到 我就说 其实 他们两个中心 这件事似乎无中生有 为什么呢 最后 你看到 这个香港的 自治法案 总统通过了 签署了 成为法律 而且 还要加勒 还要推出 他自己本身的 行政指令 是 比这个 就是 上下议院 就是 参院 众院 所通过的 那个法案 还要近一些 那 我就 用中心 耿耿 去形容 这些白宫的顾问 包括 他的女婿 Kuzner 和 财长 Minuchin 就说 其实 会不会是 袁爸爸想多了 我现在不是说袁爸爸 我是说中心耿耿的那四个字 有一位朋友 就留言 他就说 一个政府的官员 或者一个公务员 他们中心的是 对国家 而不是 对总统个人 他说下去就很有道理 但是 我用四个字去形容 这个叫做 似是 而非 好似对 实质不对 因为我们要知道 这些白宫的 内阁的成员 全部都经过一个过程 才可以 起用 首先 就要 总统 去选拔 就是总统会 选择 就是说总统 就要选择 一些人 比如说 哪个做财长 哪个做国务卿 哪个做安全事务部顾问 哪个做国防部长 等等 那重要 就是说 如果是安全事务部顾问 那个是一个 advisor 那个 就不需要经过国会听证和确认 就是不需要由 Congress 去confirm 那他那个 职能呢 又有一些分别的 就是说 总统总统总统 总之他喜欢 譬如说 好像班农这些职位 他不需要 国会confirm 总统总统 就在他身边 就会弄一堆人的 譬如说 他可以用他的女婿 用他的女儿 他女儿就没有人工的 这些东西呢 总统有行使这个权力的 而有些重要的职位 譬如说 财长 国防部长 国务卿 这些 就要经过国会的确认 就要审判 那怎么也好 这些人呢 就有一个特色的 就是整班的猛人 是全部都没有经过民主选举 不是由人民选出来 不是由选民选出来 所以我们要知道 美国总统的权力 在某一个角度看 是很大的 而这个总统 他的权力 从哪里来 他不是皇帝 不是独裁者 他是 由 国民投票 而经过一人一票 再经过间接选举 那个选举人制度 然后选出来 那个间接选举 是技术上的 一个处理 但基本上 由普及的普选 可以说 是由一般的国民选出来 就是说我们叫他有一个任命的mandate 这个呢 他权力是来自人民的 就是说 无论你选奥巴马也好 你选希拉利也好 或者你到现在选特朗普或者川普也好 这些是人民投票 而是出现了这个总统 而总统行使人民赋予他的权力 去选一些人才 进去政府 大家看不看有什么分别 就是说如果 你说我是国防部长 我是对人民尽忠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究竟是谁 找你进来做国防部长 是总统找你进来做的 如果你自己在自己的认知里面 觉得 你和总统拗拗 而你有你的一套 这样你就等于 Loyal to 国家 那个国家似乎很抽象 是不是 这样的团队精神又去了哪呢 还有真正有权力 而那个权力 合法地来自人民的总统 这样如果你目中无人 是不将个总统 放在眼内的话 其实变相地 你是不将人民放在眼内 还有还有一件事 如果那个总统做得不好 最后 整个政府 都跨台 或者总统被人弹劾 好像尼克逊一样 他为了避免弹劾 唯有辞职 或者 好像卡达总统那样 做到一匹市 做不到两届 这样你整班都树倒胡宣散的 所以我就觉得 你有两个层次的效忠 首先第一样东西 你要效忠于总统 因为这个总统不是独裁者 他权力来自人民 这个是合法地透过美国的宪法 和普选 产生的 虽然我们有一个间接程序 刚才说过了 是一个选举人制度 就是由人民的选举 去产生 任命 这个总统的权力 是这样来的 这样产生的总统 你一定要尊重总统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觉得 真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你没有法子妥协 或者你认为 总统已经违背了你的 相信的价值 我认为你应该选择 是透过 独立的 超然的部门 例如美国的独立的 司法制度 美国的高等法院里面的大法官 你要用一个正常的程序表达你对总统的不满 首先你要先辞职 或者 你要是 直接 在国会的渠道里面 表达你的意思 就不是说找一个人 是不是 找一个记者 就发表一些内幕 或者 辞职之后 写一本回忆录 既赚钱 又可以抹黑你以前的老板 这样我觉得就不太妥了 但是如果你根据 现存的美国的宪法和司法程序 你首先辞职 然后 你说出你的不满 你的不同意 我觉得这个就拿正来做 但是如果不是那些大是大非 只不过是策略性的问题 我认为最高权力就是总统 你一定要听总统的说话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保尔顿最近在香港FCC说了说话 又说跟香港人站在一起 和 是不是 保尔顿和 美国总统的分歧在哪里呢 就是 在 南出兵这方面 美国总统不需要 他认为美国的策略 是不要做国际警察 不可以 就是将美国的军队周围派 然后呢 透过武力去改变别人的政权 这个所谓regime change 所以他要在 伊拉克撤退 他不想出兵打伊朗 也不想出兵打北韩 我现在不是说总统对还是错 但是总统的权力来自人民 你这个保尔顿 是总统去 拼任你 甚至这个advisor 就是这个安全事务部的advisor 这个什么职位呢 都不是经过国会的确认 你根本没有了那个程序 所以 你唯一 要听命于这个总统 如果你不同意 你就辞职 是不是 在这件事里面 都没有诚信的问题 也不是说原则的 分歧 就是说 因为这个保尔顿 是属于这个 新保守 新保守主义 Newcon 他们叫做 就是小布什时代的那一帮人 即是他认为美国 和任何国家的 拗叫 或者任何外面的势力的拗叫 或者认为任何一个地缘政治出现的问题 都是可以出兵解决的 这其实是很荒谬的 所以 现在 特朗普或者川普 就不来这一套的 所以 和他 就大家有火星撞地球 但是你就没有大没有小 不分庄限 究竟谁是老板呢 还有谁的权力是来自人民 是不是 你走了之后 还要无中生有 作一些故事 去抹黑以前的同事 所以我认为 保尔顿这些人 他是在意识形态或者 主导思想 在那个价值信仰里面 和现在的 国家的总统 是有 有个想法的不同 这个我觉得 大家可以互相尊重 但是如果你 和民选的总统的想法不同 你应该忍退 而且 只是想法不同的话 应该用一些君子的方法去处理这件事 但是大家都知道 保尔顿的名声非常之差 以前 曾经 在布殊时代 都是很多人跟他不合 而且 后来 为什么他仕途方面 是没有法指向上呢 就是 因为 因为他的人际关系很差 所以他的同事都说 你如果再上去 比如说你要做国防部长 国务卿的职位 那你就要去国会听证 要国会议员 不是审判的质询 以及要确认 你很难 就是 参中两院的人都不听你的 所以你都过不了国会的 你都不要想了 所以他就黯然 就离开那个政坛 就是 列根 时代 他已经冒起 但是 现在的年纪都不轻 是吧 所以 在布殊时代 是最高只能够去到 做到这个联合国 驻联合国的大使的职位 那个都是一个好像临时的职位 我可以查一下 但是 保尔顿自己自视过高 所以呢 就是 他觉得 就是 任何人都不放在眼内 但是 你就 不明白 所谓 那个权力制衡 和那个纪律的问题 那你就当了自己是老闆 其实国家安全事务部的顾问 他的特别的职能 他就是一个 我们叫做 Honest Broker 就是说 他将所有的 重点 得失 权衡轻重 就列举在总统的面前 由总统去决策 他根本 是 by definition 是structural 他是无权 去反对总统的意见 根本 都不应该这样做 不是因为你年纪大了 你的经验多了 你就可以 不放 你自己本身的 民选的上司 国家的领袖 是在眼内 这件事根本是说不通的 所以炒了他是理 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看到 就是说 刚才说了 蓬佩奥 其实他本人 又不是说 真是这么 幸运 一开始就做国务卿 其实是有这个故事 就是说 他本身 原本是 中央情报局 的局长 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这是政治任命 就是说 郭总统上了台 他就会选自己 相信的人 组织一个班底 就是这个 学得非努非马 这个就是 就是董建华 在第一届特首的时候 他就 弄一些高官文责制 他有一点是抄的 抄到 不知所为 四不像 那就是说 我们可以理解到 比如说 就是 用一些大家熟悉的人物 大家会知道 一些政治任命 比如说 原本 那些都是公务员来的 但是呢 董建华要 要有一个政治任命 要高官文责 于是在商界里面 挖一个梁錦松 做财政司司长 类似的 所以就是说 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 他就在 共和党里面 一个明日之声 或者一个 他觉得是一个人才 就找了这个 蓬佩奥 去做这个 CIA的 director 但是 因为 当时有一个 名字响当当的 将军 马提斯 出名是保守 以及 是两党都很尊敬的 这位 这位将军 他就 当时委任了 他做 这个国防部长 我要说呢 就是说 另外 还有一位 都是 老资格的 叫做 泰勒顺 Tillerson 他就找了 Tillerson 做这个 国务卿 Secretary of state 但是因为 这个 Matis 和Tillerson 这班人 在 川普的角度来说 就叫做 阻住地球转 其实他是炒了三个老人家的 一个呢 就是司法部长的 Jeff Sassens 那刚才那篇 那个slide你看到呢 和裁长Mnuchin 站在一起的三个白头佬 就是那三个了 一个就是 马提斯将军 一个就是 国务卿泰勒顺 一个就是 这个 那个 司法部长 杀讯斯 Sassens 那 而那个Tillerson 是因为 总统呢 就说 这个人 什么都 不同意我说 但是呢 他自己 又很懒 这个 是Donald Trump 自己说 还有呢 想起来呢 就 觉得很 蠢 蠢过一块石 就是 Donald Trump 原文呢 就说 Dumber than The Rock 就是蠢过一块石 如果我们译做广东话 蠢过一块猪 那在Twitter里说的 就是很不给面子的 但是 这个 Tillerson 总之就是说 我们知道呢 国务卿呢 那个 职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大家不对 很简单 Tillerson呢 就是 Donald Trump委任 特朗普选择选 而经过国会听证和确认委任 OK 就是等于 我们又举一个 做一个例子 比如说 废格逊当红的时候 就是 曼联的老板呢 就找他 做经理 就全权打理 整对曼联 去周围选择人 那么他就 在那些 年轻里找几个 在另外的 其他球队那里找几个 或者在外面 比如说在西班牙 法国 或者哪里都好 买几件回来 是不是 然后呢 就组织了一个 正选的曼联班底 那么这个权限 首先 我们要说 曼联的老板呢 是一个商业机构 他的老板呢 是有生杀大权 但是曼联的老板 自己不懂 踢球 也都不懂管理 对球队 于是呢 他就找了废格逊 比如说 年轻人 碧咸 当时 后起之秀 或者再早点 简东那 发过来 厉害 是吧 或者 在杰斯 当时 是不是 打得很好 所以 摆在他这个位置 诸如此类 就是 这些东西 是谁说的 是废格逊 说的嘛 那如果他 找了 简东那 走来打 简东那 在废格逊里面 就指着废格逊 说我才是老板 应该 右翼呢 应该就换这个 是不是 龙门换那个 我们应该呢 就要打密责 或者打 怎样怎样 喂 那你不是 搞到 对 波乱了 当然 简东那 就不会这么做啦 但是如果我们说 就是说 这个 Tillerson 他 伺着自己 是 这个 老资格 而 和 这个 总统 争吵 如果最后 拉烂了 整队 最后 谁埋单 谁负责呢 是不是 他自己不是经过民选 选出来的 人民选了 Donald Trump 就认为 他有能力管理这队球队 如果他找了一个老资格的天王巨星 这个Tillerson 这个Saxons 和这个 Mattis 这三个人 去搞 打这些位置 但是这三个不是教练 不是经理 这三个是球员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不可以倒门 因为你Donald Trump 不懂的 我们在华盛顿搞这些东西 或者 Mattis说 当日我带那些兵去管理 就是 去 这个中东的时候 是不是 两次海湾战争 是我在现场指挥的 你Donald Trump 什么都不懂 你不可以这样的 是不是 因为 你 他的 权力的来源 是来自人民 而他放在你这个位置 你就在这个位置里面做事嘛 你现在的职位是国防部长嘛 你不是 打仗里面的元税吗 是不是 你以前在军队里面的职位 你应该要给 John Chief of Staff 里面的职业军人去决定 你现在作为国防部长 是一个民职的 内阁成员 你要把你的意见给了 这个 NSC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给了总统 给了整个内阁 大家在这个制度里面讨论 而不是 你要说 总统不懂事嘛 所以 这一件事呢 就是我觉得 出现了个问题 所以出现了个问题呢 他就炒了这个马提斯 炒了马提斯 他就在CIA那里换了 他 很信赖的 大家 那个 看法相同的 和一个 Team Player 的 Mike Pompeo 做了 就是原本的CIA的head 就做了 sorry 他炒了马提斯 就找 陆军部长的Aspers 在下面升上来 就做了国防部长 他之前炒了一个 又是不听话的Tillerson 这三个老人家 白头佬 是吧 就在CIA那里 就找了 蓬佩奥出来 那CIA那里就出现了一个空缺 那么 那CIA那个空缺呢 我就要讲一讲了 他就找了一个 原本的CIA的副手 就一位女士来的 就叫做Haspo 那我要讲呢 就是说 大家看看这个照片 原本CIA的副手呢 就叫Gina Haspo 大家看这张照片了 我要讲一样东西呢 就要更加了解到 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那种的 治国的风格 就不是传媒 所鬼形鬼星那种的 狂人政治 就是 Gina Haspo 就是刚才你看这张照片 这位中年女士呢 就是红富仔出身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由低做起 就是在中情局里面 是由很低级那里做了十几十年 一直升上来 然后升到 一人之下 不知道多少万人之上 就是我们知道了 CIA的 那个 局长呢 就是政治任命 就是我们刚才说过 政治任命 文责制 就是 这个总统 成功 当选之后 他在自己那些人里面 找一个自己信任的人 找一个出来的 所以他一开始 就找了 他信任的蓬佩奥 但是因为 这个Tillerson出现问题 他要将他炒 于是 就把Mike Pompeo 换了去做 这个国务卿 于是出现一个空缺 就在内部提升 不在外面做一个政治任命 而提升一位女士 所以呢 所以呢 我认为 那些人说他 就是 男权主义啊 种族主义啊 其实说不通 这个是量财禄用 而这个是成为一时佳话 因为Gina 这个Gina Hasbro 是 美国历史上 第一个女性的 中情局局长 还有呢 还有一样东西 他由小布殊 去到 奥巴马 去到 特朗普 经历了 就是在这个 CIA的高层管理里面 经历了三个政府 不同的政党 就是说 在 必须的时候 现在这个总统呢 是他没有党派的偏见 也都是 没有这个性别的歧视 而是呢 他是 实实在在 要找一个适当的人 去做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呢 也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这个 他唯一 可以 跟 现在的 政府呢 是因为他是86年的同学 就是 蓬佩奥的同学 但是他又不是第一名毕业 以前又没有特别的 主要的公职 但是他本身是一个人才 因为 蓬佩奥 读书的时候 已经认识他 这一件事是事实来的 但是事实上 他们也没有 在 私人的 生意 各方面 没有任何 紧紧的 也就是 Aspers 和蓬佩奥 他们之间是没有合作的 但是大家由八几年的时候 认识到现在几十年的同学 是吧 所以对他的人格 能力 非常了解 所以当时呢 是政府组织的班底 已经是 做了 这个 陆军部长 到这个 国防部长出现一个空缺 就在下面提升 而呢 因为CIA的 director 这个蓬佩奥 要走马上任去做这个国务卿 那出现这个空缺 就在里面提升这位女士 这个Hasperl 所以我觉得呢 其实这个 这个现在这个政府呢 是充满智慧的 根本不是好像那些人说的 而我们知道呢 走了的Tillerson 其实他很猛的哦 他是什么 他是ExxonMobil 就是美国毛比石油 的 前CEO 我们看到 ExxonMobil是一些大企业来的 就是差不多 你看 好像说 譬如说 JP Morgan ExxonMobil 波音飞机 就是说 这些公司的CEO呢 他本身都几乎 如果是包装一下自己呢 自己都可以选做总统 是吧 Tillerson这些人 但是他就是目凶一切了 你这个在曼克顿 搞一下酒店啊 或者去大西洋城 大西洋城 搞一下赌场的 这个这样的 就是celebrity 是不是 就是真人电视show 的一个这样的 小丑 这样的 Donald Trump 我为什么要听你说 是不是这样 因为那些人 选Donald Trump 不是选你嘛 是不是 他是选Donald Trump 不是选你嘛 人民投票 不是投票给你的嘛 Tillerson 所以 这样的人 是不听话的时候 是 我觉得 去到总统说他 dumb as a rock 就是蠢那只猪 眼面无全 那Tillerson 怎么反唇双溪 说Donald Trump有什么不好呢 他就说 他说 哇现在的人 都不是 透过那些正规做事的 是不是 用128个characters 这样 那些人们是很蠢的 就会听他说话 其实什么叫128个characters 原来呢 他是在那里讽刺着Donald Trump 是用 Twitter 是常常摆一些tweet 这样就是用那样东西 代替了传统的主流媒体 但现在正因为主流媒体 全部都有偏见 全部都有党派利益 还有说的大部分都是假新闻 所以 如果总统要直接 向人民交代 有时候 有什么 比用Twitter 是不是 如果你说他128个characters 不够 喂 其实可以出几段的 出十段都可以 一晚都出五六段 但是这件事情 因为中间没有经过审查 没有经过筛选 没有经过过滤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去到现在 CNN Bloomberg 这些都没有人相信 前几天 Bloomberg 又说了一段 又说 哪里哪里制裁 林治总统 hold住的名摊 因为不想 令到 和强国的 关系 恶化 这段就是假新闻 你看看最后的措施 达得那么紧要 你看看同时 美国的 海陆空三军 走了去南海 是不是 如果他真的怕两国关系恶化 他走那些军队去南海干什么 你看看蓬佩奥 是不是可以公然 去玩弄这个维尼小熊的 其实现在美国怎样看 在 某一个强国 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 Bloomberg 说的 就是自暴其丑 我现在不是说 美国对这个强国 这么不礼貌 这么不尊重 是对还是错 是不是 这个大家心中有数 但是我只是说一个最重要的 Bloomberg 说的就是 假新闻 是不是 当你 Bloomberg 说假新闻 当你 CNN 说假新闻 当你华盛顿邮报 说假新闻的时候 总统如果不透过 Twitter Twitter 那你还有什么方法 可以直接 将他的声音 画到 给一些 一般的人民知道 是不是 这个就是一种无奈来的 其实 这个就是现在美国 这个 美国的国情悲哀的地方 所以就说 刚才看过 美国 安全事务部的 副手 就是 Deputy Advisor 就是一个年轻人叫 博明 Matt Pottinger 在我节目讲过很多次 我们要看到 博明 和 蓬佩奥有一个共同点 是什么 他两个都当过兵 而博明 是有一个更加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 他原本呢 就是做这个华尔加日报 和之前做路透社 是驻中国的记者 而在他做驻中国记者 因为 新闻采访 和当地的 武装的 国家的 保安人员 是有一个肢体的冲撞 你要看一下其实他经历过什么 然后呢 他在这样的情况 就不再做新闻界 就走去 以一个超龄 去当兵 成为一个 由低做起 就是投入海军陆战队 然后呢 真是 在战场服役 离开了海军陆战队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学得流利的中文 就加入了政府 现在成为 安全事务部的副手 专看这个 亚太区 和这个 大中华区 的事务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政策 制定的 幕后的工臣 就是现在 对中国 对台湾 对香港的很多政策 都是由博明去制定的 我想说 这些人 他们是为了什么 而走入政府服务呢 我们看看蓬佩奥 我都说过了 如果你能够进入 West Point 而是第一名毕业 你的 就是 你的 智能 是无可怀疑的 但是如果你读书读得这么厉害 为什么你不一进入 就进入去哈佛读 或者去 读Finance 他都没有 然后跟着 是成为这个美国的 装甲部队的其中一个 就是 这个 就是 服役 就是成为一个 装甲部队里面的一个坦克 中队的指挥官 我说蓬佩奥 就从机駐守过 德国 然后跟着退役之后 就走了去哈佛读法律 然后成为一个 成功的律师 最后呢 自己创业 搞了一间公司 做得不错之后 就 由这个 私人企业那里引退 就开始 参选 就成为这个美国的 众议院的议员 你看蓬佩奥这些人 他们不是为了名 不是为了利 他们读书很厉害 他们当兵也有才华 就像博明那样 他做记者 都是做得有声有色 但是他记者不做 就去做海军陆战队 那蓬佩奥呢 其实他是一个 人才 做律师也做得这么成功 但是他做律师之前 就去抓坦克 就是说这些人 他们是真正的美国的爱国者 他们眼中不是名 不是利 而他们相信 曾经在军队里面服役 应该明白 军队里面是讲纪律的 但是有些功高镇主的大将军 好像马提斯这些人 就不知道纪律为何物 所以现在那些主流传媒 抹黑川普政府 就说现在 还留在政府那些 就叫做 yes man 是吧 总之老板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件事是大错特错的 因为说来说去 这个 现在的总统 无论他做的事情 多夸张 或者多特立独行 或者跟以前的 总统不同 他的权力 是来自人民 他是由选举产生 他要尊重这个制度 所以呢 其实 这一件事 跟那些 独裁制度里面的 那些 那些官员 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 因为时间关系 就讲到这里了 我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说 去到现在 大家心水清 都看到 现在的国务卿 现在的国家安全事务部 和现在的商业部门 他们在处理 贸易战 在处理国防的 事务和外交事务方面 是看到他们不卑不抗 有板有眼 是不是 是为了 捍卫国家的利益 他们 做事 就是 智慕 勇气兼备 而这班人 他们能够做到这些事 是有一个知人善任的领袖 而这个知人善任的领袖 就是一个主流传媒 将他丑化得很严重的 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大家要看清楚 如果 最后讲这一句 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前 美国无论在外交事务、经济 和 国防方面 他也是 重新强大起来 这是不容 置疑的事实 而因为这个疫情爆发中间充满疑点 再加上 BLM 带来全国性的 瘋狂的暴动 背后的幕后黑手 有一些Antifa 和BLM 这些人 有很多 对国家的破坏 似乎是有一些组织 去 做一些阴谋 所以 如果 我们 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 这个政府 如果 不可以 在11月连任 所有这些人才 都将会失去 这个对美国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破坏 和一个很大的挫折 这件事情 看到现在 其实大家应该有点信心 其实美国 仍然清醒的人 都仍然很多 所以呢 就是 未来的发展 未必一定是这么悲观的 说到这里 今天的时间 真的差不多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继续说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